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小時候都跟媽媽一起住 然後一直住到結婚為止 那結婚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我結婚那時 媽媽還連續哭了一個月 我媽媽她的做人 是很勸勞 還說很好 她也是都 有什麼事情 都跟我們說 我們就要做天一看 那什麼事情都是這樣說好話 人在做天一看 我們做人要勸勞 就要打拼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大愛會客室 節目中邀請四位本尊 來聊一聊他們心目中的媽媽 首先是大姐黃佑師姐 黃佑師姐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我們的黃彩雲師姐 彩雲師姐好 主持人好 全球觀眾大家好 家裡最小的妹妹 美慧師姐 美慧師姐好 主持人好 全球觀眾大家好 還有最小的弟弟黃清海師兄 清海師兄好 主持人好 全球觀眾大家好 今天這一集的節目 我們要來聊一聊 好 現在回想起媽媽 覺得最懷念她的是什麼 清海師兄您先 我最懷念她就是她走了 因為她在病壇的時候 那時候是我們最捨不得的時候 對 因為她當時有個病 在病壇上 就住在這個秋陽師兄家裡 那段時間是我們最捨不得的 因為她一輩子的辛苦 就是說家 我們一家育養的時候 媽媽已經躺在這個病壇上面 但是秋陽師兄 當時我們都很細心的在給她照顧 包括她的 床在她病壇旁邊的一些周圍的圖畫 叫她的孫子去畫 然後讓她去認知說這個是誰 這個人是誰 那個圖相片 在提醒媽媽對給予我們孩子的一種敬意 所以這個她在整個時候 那就是我對媽媽是最懷念 最懷念 也是最捨不得的 捨不得媽媽的病苦 對 是 那美慧師姐呢 我最懷念的媽媽是 小時候都跟媽媽一起住 然後一直住到結婚為止 那結婚的時候結果 沒想到我結婚的時候 媽媽還連續哭了一個月 捨不得 對 對不對 所以現在想起來覺得媽媽對妳的那一份愛 其實並不亞於親身的 對 沒錯 給妳的這個關懷 像人家講的是 有一句話是 子欲養而親不待 那樹欲靜而風不止 這句話真的是很有她的道理 是 如果她還健在的話 我們是希望說能好好的孝順她 可以做得更多更好 好 那彩雲師姐呢 是 媽媽就是到我北港去拜拜的時候 到我那邊 常常都跟我說很多好話 所以我常常媽媽在教的時候 我覺得說 就跟師傅說的 口說好話 心想好意 身弦好事 這就印證在媽媽都是教我這樣做 是 對 她說 就春天跟我說 哎唷 蔡富奈 阿里安這兩個孩子 這樣教得這麼乖 這麼嚴重 我們這兩個孫子怎麼這麼乖 真的現在就是都這麼乖 所以我很感恩 媽媽說的好話 都印證在我心裡 是 慢慢的這些 真話好話就實現了 真的 真的 所以時代人說好話 真的很好 所以我們時時都要說好話 沒錯 真的很感恩媽媽 是 那黃佑師姐呢 最懷念媽媽什麼 媽媽 我們媽媽 她的做人 是很既然 還說很好 她也是都 有什麼事情 都跟我們說 我們就要 做天一看 那什麼事情 都是這樣說好話 人在做天一看 都在我們說好話 我們做人要既然 就要打招 是 我們做人 做方法 人在看 人在做天一看 人在做天一看 對不對 所以有什麼事情 都是 媽媽都是這樣跟我們說 對 那我們要繼續來請教這個 彩雲師姐了 其實在年輕的時候 可能有一段時間 是很讓家裡頭的人擔心的 特別是您的行業 除了正當的職業賣菜之外 還有做這個做頭 對不對 所以媽媽知道那個當下 有沒有被罵得很慘 她說不要做這個 對啦 她說不要做這個 真的媽媽很好 她知道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 跟我們教育得很棒 對啊 其實那時候是為了說 我們家庭必須要就是 要給賺一點錢 小孩畢竟在讀書 對 師兄那時候就比較好 所以你說一直說 一心都想要賺錢而已 沒有去想就說 這是在忙做 所以現在都很慘悔 是 對 那時候真的也是 民國79年賠了100多萬 其實我是做我腳 不是做我頭 我是做給人 自己賺幾塊錢 是 我是賣菜這樣 走下去做 師兄在當兵 我就在做了 所以等於你是家裡 先踏入這個行業的就對了 對 後來師兄才會賭 才會賭這樣子 對 所以很懺悔 真的 所以那個時候媽媽 只跟你說 不要做這個 賺這種錢不好 對 媽媽有跟我講 那現在完全的已經 沒有在做這些事情了 有沒有覺得 對媽媽來說 或許是最好的競效方式 對 我想說 腹肌母血才有我 我在做對的事 真的 我現在是真的要跟媽媽說 我愛妳也是來不及了 可是爸爸媽媽 跟我是很短暫的在一起 但是 我感覺說 他給我的都是 都是好像 我還沒走路實際 但是 爸爸媽媽就好像跟上人 這樣子指導我這樣子 每一步都是對的 是 曾經爸爸還跟我講說 我們做人就是要腳踏實在 人在做天在看 這個大姐常常跟我講 他也是上人在跟我們講的 對啊 所以真的我很感恩 真的很感恩 說我也很快就回 民國69年 我就趕快回去 跟爸爸媽媽他們相見 這樣子 對 很感恩 所以以前的被送養 可以體會媽媽那種 當時候因為家裡經濟狀況 沒有辦法養你們的那些心了嗎 會 真的 因為在養母那邊 我們真的是 像我的年紀走到這樣 這樣走過來 那麼坎坷 那麼貧困 真的也很少啦 所以我感覺到 我媽媽是為什麼會 其實當時我 那個養母有跟我講說 媽媽很不敢給她 對 不過養母就一直給她好嘴 唉唷 你就有了 你一個給我聽 所以養母一直給我的生母 一直好嘴 不過媽媽也一直不敢給我給人 是 對啊 所以我都聽話得對 那繼續要請這個美慧師姐來談一談 俗話說 生的放一邊對不對 養的恩情大過天 你自己對這句話有沒有什麼樣的體會 這句話確實是 可以感受到說 確實 生的跟養的確實是不一樣 雖然是我就是 首先我可能要感謝我的三姐 今天有她才會有我這樣子 對 然後呢 就是怎麼講 因為媽媽 我從小就是一直都跟在媽媽身邊 所以她非常的 這麼想 疼你對不對 對 你跟媽媽的那個互動是什麼樣的情況 媽媽會怎麼跟你說一些貼心話嗎 會啊 媽媽都跟你說什麼 嗯 怎麼講 她就說 我是最小的啊 就會比較疼我這樣 就很疼你這樣子 對 所以有沒有覺得其實在皇家成長 從這麼小就被抱過來這裡 其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對 上面有這麼多哥哥姐姐 是啊 感到非常的幸福 所以我想媽媽的善行 教導了皇家人要行善 而在明天的戲劇當中 我們也會持續看到 現在的皇家已經有13位受贈的慈濟人了 而美玲跟秋良他們漸漸的 也把置業當成生命中重要的事在做 請您持續鎖定我們每晚8點鐘的大愛劇場 心願 今天的感恩四位來到節目當中 與我們分享感恩 感恩 同學也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愛會客室 我們明天見 地步 感恩 導遊